每个人都会变老 这是自然规律 没有人能够抵挡 老了之后变化的不仅仅是年龄 还有心境 回想起自己的这一生 会有很多遗憾想要去弥补 而且老了之后也有了更多的时间 就会去想见见那些许久没见的朋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 都一定要再见 老了之后不管关系多好 这三个人能不见就别见 代价太大了 一不见就情人 人这一生当中 谁没有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呢 总会有一些人跟我们在一段路上相逢相伴 但是却又不得不分道扬镳 成为我们一生的遗憾 这些消失在我们生命中的人 就成了我们心中的白月光 我们总是希望着 可以和他们再见一面 不一定会要发生一些什么 就是聊聊曾经的故事 都会觉得格外美好 但想象终究是美好的 如果真的是曾经有过感情纠葛的人 那么到老了就不要见了 因为消失的时光不会重来 过去的遗憾也没有办法弥补 一切都已经既成世事 再见面也只是徒增一些感慨而已 去见老情人打乱的只会是你自己的思绪 破坏的只会是你自己的生活 已经错过半生 那么就各自安好吧 二不见老仇人 我们常说相逢一笑 敏恩仇 有些人会觉得 在老了之后 过去的恩怨 也可以做个了结 冤家遗解不遗解 他们会想着约着老仇人出来见一面 也许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大可不必 你们之间存在的矛盾 有一些并不是仅仅靠时间就可以化解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再次提起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而且去和老仇人见面 心情也会相当的复杂 见面之后再谈起旧事 万一再次发生争执 引起情绪激动 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对对方也不好 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化解 也不是所有的仇人都能够握手言和 如果大家已经相安无事地共处了半生 那么说明这个朋友对你来说 也没有那么重要 那这份仇化不化解 其实也就无关紧要了 还不如各自互不打扰 安度晚年 三 不见有求于你的人 人越老 心长越软 对于别人的要求 就越无法拒绝 所以如果别人有求于你 但是这个忙你又确实不想帮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避而不见 如果别人有求于你 而你又不打算帮忙 见面对他来说 就是给了他一份希望 但最终你却要亲手戳破这份希望 还不如一开始 就不要让他心存幻想 见面之后面对他的苦苦哀求 你要当面拒绝就会让双方面子上都很难堪 也会让你们俩的关系更加尴尬 你避而不见的处理方式 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你的态度 对方就会知道你没有办法帮他的忙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见面说明一次 成年人的世界当中 有些事情一切尽在不言中 根本没有必要戳破 老了之后时间多了 大多数人会给自己安排很多的社交活动 但实际上 人老了之后最应该做的是减法 而不是假法 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些 不该见的人不要见 不该做的事不要做 简单清净 才是晚年最好的生活状态 我是东方 祝您身心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